花莲流浪犬问题备受关注 知名七星潭、东大门夜市还有国府社区等 都传出有流浪犬攻击民众的事件 现月李正文要求县政府正视流浪犬攻击还有便利的问题 建议决育之后还要植入晶片或耳标 建立辨识资料库进行后端的媒合训练 现议员李正文说 东大门七星潭都发生了流浪狗群骑攻击游客的事件 而国府部落、花莲市大本部落 也都聚集了大批的流浪犬 近期跟是接惑民众反映遭狗追咬、主动攻击 他也建议县政府应该拟定解决政策 而非单一捕捉、失于决疫后原地放生 他也建议县政府应拟定解决政策 而非单纯捕捉、失于决疫后原地放生 因为还是会发生犬肢、随地便利或攻击的问题 我们常常听到我们东大门夜市、七星潭、观光地区 还有我们美伦大本运动公园等地区 都不时有所谓流浪狗攻击人、咬人的事件 那县政府目前的作为只是做所谓的捷御 然后原地放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来处理我们的流浪狗 但是流浪狗真正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地方的一些人士在反映流浪狗经常还是有咬人的这样的攻击事件 针对我们的流浪狗的部分除了捷御以外 更希望有一些更积极的作为 也就是建议说希望把流浪狗能够把它标签化 也就是说让它能够是不是挂上所谓的项圈 或者是耳标这样等等的方式来处理 花莲县动物植物防疫所就表示 去年度送交送荣所犬树共有507只 具攻击性的犬只有12只 针对了由乡镇公所捕捉的犬只 劫狱后就会请乡镇公所清洁队远地方生并进行耳标 花莲这边目前的捕犬业务是请劳烦清洁队在帮忙 清洁队帮我们捕捉的狗过来之后 然后我们都做了少了晶片 如果是无犬的没有组的犬只的话 那我们会做刚刚上面解的动作 那回制的时候还是也是会劳烦清洁队去回制在原地 那可能那当然我们会过滤一下 如果说这只犬只它的比较有攻击性 那我们捷御之后我们会去又去 就不一定回制 我们会在这边让它去修正它的行为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修正行为的话 我们也不会回制 修正行为之后 它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让它回制 如果它没有办法的话 我们还是只能全养在这边 李正文说前端资料库建立后 可研议是否能够将幼犬或部分犬只 进行导盲或救灾相关的训练 让流浪犬不止原地放生 还有不同程度上的功能服务 在保护动物与民众安全上取得一个平衡 并且在源头竭力宣导全治绝育 勿未养等等的观念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